没事 这有太阳 好大有太阳 一二三 天啊 这是家房神器 就是为了保护你们才买的 跟爱好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这个枪 在我看来贼丑 塑料感极强 就一点把玩的感觉都没有 而不是创台好使啊 名声在外 我根本就不会买这个枪 好的 这个是你的枪 需要我核对什么吗 比如说区列号啥的 对 我们要做一个枪号 OK 对 等等喜欢这个吗 你长大色你好不好 好 这个子弹 那个子弹是 好 上十块 枪已经取来了 现在准备回家 这个视频才刚刚开始 因为取了枪之后 能不能在自己的家里面 中确有效的去使用它 来应对这些紧急的状况 这个还需要请教专家 所以我约了我的好朋友TK 他现在马上到我们家了 来根据我们家这个场地的特点 来给我制定一些紧急应急的方案吧 这个我到客户家进行安防评估都会先戴上鞋套 然后另外我会跟大家签一个协议就是 我在客户家看到客户家里面的任何情况 我是绝对不会跟第二个人去汇报 嗯 一个保密协议 应该这样的 对对对 颜色稍微的特别一点 哦 对 还不是黑色的 对 哦 为什么是这样的 因为根据我的审美 我觉得Glock是比较丑的去 哈哈哈 哎呦 Odi Green OK 均绿色的这个向上身啊 非常好看 在加州不太常见的颜色 对 拿到首先检查炮弹口啊 安全 好 非常漂亮 那我给你看看我的改装之后的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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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款都来自于Pine World 都是指纹解锁和密码解锁 啊 指纹 这个也是指纹 这把 这一个能放两把枪 嗯 这一个能放一把枪 这个分量非常轻 你甚至可以装在车的后备箱里 嗯 这一把呢 这个比较沉 然后适合放在家里 然后都配备了这个链条 我们的法律要求是这种小型枪盒 必须是链条跟家具锁在一起 这个19呢 它更适合隐藏携带 但是如今想要隐藏携带 还有比它更小的 对 这一把装载了 一直以来推荐的这个太阳能供电的 绿点激光秒的一会儿你感受一下 和鸡苗的区别 OK 好 可能它在紧张的时候 是有很大的优势 如何把它升级成一把真正适合家房 你看我这个战术灯啊 一握就亮了 哇 我都不需要去碰开关什么的 我在我的YouTube频道里边也有专门一集 什么一握就会亮了 你看开关在这 哦 开关在这 这样你手指就抵上去 对对对 往前一抓就亮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夜间啊 直接直照敌人的双眼 给它造成了一个暂时失明的效果 对对对 而且能够辨别是敌是友 所以呢 枪灯和绿点激光 我认为是夹防枪支必备 之所以买了这款家房神器啊 嗯 还有我做这些节目 也是因为几个月之前 有一件事情提醒了我 嗯 当时是90点钟 突然间我们就听到两声巨响 呱呱 嗯 好像在砸什么东西 嗯 我赶紧出去看 但是什么都没有看到 OK 哦 后来我想到我们这个是 房东是装这个监控 嗯 我就赶紧脸上软件打开看 嗯 我就发现几个小青年 嗯 然后就慢慢靠近我们这 嗯 冲着我那个车户的门 逛逛 咋 我当时还是挺紧张的 多数会受到这些新闻的影响 就美国这些入室犯罪的啊 什么的什么 再加上 我知道经常在网上泡头露面 嗯 万一就是啊 引起了一些 这个就是有点多想了 不过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仇恨犯罪啊 对对对 不能排除 对 所以我就想到 哎 那这个枪呢 我平时喜欢把玩它 嗯 但是真正用起来 说实话这个枪 枪稍好 嗯 我现在是已经是 还挺沉的 我太太枪穿都拉不起来 嗯 我也让不同的这个女士啊 两三位女士 她都拉不起这个枪穿 嗯 是比较适合把玩 嗯 但是真正要用的话 我觉得还是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重点区别在哪 让TK教文 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嗯 这两把枪本质的区别是 这一种是老式的设计 后面撞锤 是 这个呢 是新式的设计 这个机针在枪里边的 后面没有撞锤 嗯 然后呢 这种撞锤的枪 往往这个扳机啊 是非常的 非常的轻 嗯 就是一碰起就走火 对 那么由于是这样 于是呢 加了这个拇指保险 对 就是怕大家 哎 这个要打 本来的没想打 结果呢 一受惊吓 肌肉 一紧收 把这一下 走火了 至少有一个 弹匣装满 这个家庭保卫弹 嗯 如果有两个更好 嗯 那么我们在这个保险柜装的状态 就是已经装好弹的枪 这个弹匣 放进枪里 然后呢 空仓挂机的 然后我们打开保险柜 拿起枪来直接按上弹按钮 就可以准备发射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犯罪分子可能入侵到的这个正门 嗯 我们先进来看一下 嗯 嗯 好 好 那么我们说一说应对歹徒入室的这个五大要素 或者说五大工具 第一大工具就是我们与歹徒之间的隔的这个隔打啊 就是门越多越好 嗯 比如说这是歹徒会进来的正门 对 然后呢 你们那边还有这个车库门 哎 然后还有有的家庭的这个主卧里边还有落地窗啊 厨房通往后院有落地窗 这些地方是不是我们都要保持上锁啊 当然我们不希望说敌人一拉开就开了是不是 对 哎 如果人直接拉开了 你往锁的门进来 这叫做擅闯 如果是他凿碎了这个门啊 打烂了门或者是撬了门进来 那他叫做非法入侵 这个罪名就众多了 嗯 对对对 所以对他来讲这个考量也不一样 哎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所有的这些格挡地方都上诉 嗯嗯 甚至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的卧室门也是锁着的 嗯 我们的主卧的卧室门和孩子们的卧室门都应该是紧逼的 嗯 哎 那这点这里面要插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嗯 也是吧 我太太每次啊 嗯 她就故意把我们的卧室门打开 嗯 她就说万一有人进来 嗯 发现我们门开不了 可能会闯到孩子的房间 嗯 我宁愿把这个风险行到大人身上 嗯 是我太太的一个理念 嗯 我觉得哎呀也磨碍吧 嗯 对这个想法非常的伟大啊 对非常的这个 我很我很佩服这样的这种非常勇敢的一种爱情的想法 对 但是呢 其实你设想一下啊 还有就是我们以前有案件 就是歹徒他悄悄的敲门进来了 嗯 全家人都睡着都没醒 然后这个人啊 拿枪指着这个屋主 那里叫醒 第二个要素就是我们的堡垒 我要在你最常呆的地方啊 其实基本上也就是你的卧室 对 哎 你的主卧的这个衣帽间里边 我们要放 你的这个枪的保险柜 嗯 在这个枪的保险柜的这一个空间 就是你的堡垒 嗯 就是哎 就是你的一个站 作战的一个一个大队营 谢谢 嗯 这个做的非常的 对 这个我也是尽量的让它安全吧 所以我就把它连到家具上 非常好 对 这个先退休 嗯 好 哈哈哈 好的 画上这一个 最好是能够 这样放啊 然后呢 相中这边 是不是你这一开盖 嗯 然后就拿起来这边更顺手 是是是 这个呢 自己来决定 嗯 对 好 那么刚才说这是第二个元素啊 对 第三个元素 就是我们一个呃 照明啊 我送给你一个 我们 每家都必备的一个感应的这个小灯啊 你一进来他就亮了啊 假设这个时候屋里漆黑一片 他就放在这个枪的保险柜旁边 能够最快的让你能够看到你要摸什么东西 哎 好 然后第四个元素是一个备用的通讯工具 你在这里边应该放一个长期插着电 然后呢 不需要有信卡的一个这个老手机 有那种手机啊 对 其实不需要信卡 你也可以拨打911啊直接报警的 对对对对 在这里长期插着也是在你的这个枪旁边啊 然后呢 有什么情况直接冲进来一边拿枪 然后呢可以一边打电话 具体一会儿我给你讲要报警要说的四句话 就可以了 对对对啊 对好 这就是第四大要素啊 通讯工具 嗯 然后最后一个要素就是你也猜到了 就是我们的武器 架防武器 对嗯 好 五大要素 这个歹徒入室的时候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跟屋主发生了正面接触 比如说歹徒啊 一脚踢门啊 破门而入 你恰好就坐在沙发上 在看电视或者是你的家庭时光啊 家人都在客厅里面 这样的情况 哇 嘿 Please Please don't hurt me Look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I'm going to give you anything Okay Just please don't hurt me Don't hurt my family Come on Please Please I'm begging you Yeah 这个时候呢 犯罪分子基本上会说 给我你的珠宝 给我你的现金 给我你的什么 什么 保险规密码 等等这样的情况 如果是他拿着一个武器啊 这个时候真的是我们 非常不适合轻举妄动 或者说是无谓反抗 而是要遵循 犯罪分子的这个命令 拿出这个财物 让他这个开心 然后立刻离开现场 保护你和太太和宝宝们的安全 哇 我这个宝宝这么可爱 万一他直接说 给我你的宝宝怎么办啊 给宝宝的话 那他毕竟就不是财产 是吧 他也是我们家庭成员啊 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是分歧反抗呢 我也表示理解 对 他们可是第一个人啊 第二种情况啊 就是犯罪分子入室的时候 跟屋主没有发生正面接触 比如说 咱们正在卧室睡觉 比如说 他正在你的卧室 跟你玩耍的 这么饱 等等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会 有可能用到武器了 跑到我们的堡垒 或者说 我们本来就在堡垒睡觉嘛 来到堡垒的衣帽间 来取得我们的这几样 其他的这个要素 是吧 我走过来迅速打开我的保险柜 拿出我的枪 这时候啊 有这个感应灯 照亮了我的环境 拿出我的武器 还有拿出我的备用手机 咱们再假设 我这手机就是长期在这里 插着电的一个备用手机 不需要SIM卡 直接拨打911 我们如果是这个家庭里边 有这个步入式的衣帽间 嗯 那其实这块相当于是个小屋子 对 那你在那个屋子里边 去探出半个身子 对着门 这是最理想 嗯 但是你现在呢 看不掉 不是步入式的 不行 那怎么办 我们干脆就直接来到卧室门 我们的卧室门应该是关着 对 嗯 你要是刚才跑进来 你也应该把它关住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卧室门这里 这就是你的掩体 嗯 假设犯罪分子 向这个方向开枪 你在这里多多少少有点难 我们不希望直接这么冲着门着 对不对 我们认为从当事人的这个生命安全的角度上考虑 尤其是比如说太太一个人 嗯 现在是太太自己拿着墙 那么我不主张她冲出去 然后要驱赶走 犯罪分源 她在外边偷抢 就让她拿去吧 对 是吧 拿走了之后我们家是有安全 嗯 那么如果她是这时候她偷摸到的这个卧室门 她一直没有 她以为家里边始终是没人的 对 这时候她偷摸到卧室了 想要从卧室进来看看卧室里有什么东西了 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进行一个大声的语言的驱改 就是嘿 get out of my house i got a gun i will shoot you 嗯 这样的大声的语言 真是 看她自然而退 对 一般小贼可能就会走啊 没错 哎 那我们也是一下啊 这时候她开始断卧室门了 说 hey get out i got a gun i'll shoot you go away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是小偷小摸的这些毛贼 那一定都会仓皇而逃 嗯 但是如果是入室劫持的这种 更加这个高一个级别的这种犯罪分子的话 那她有可能仍然的暴力的踢门撞门 就是想闯进来去挟持你 那这个时候从法律上讲 我们已经有理由相信 这一个犯罪分子 即将对我们的人身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 那么我可以考虑直接隔着门开枪 然后呢 犯罪分子到了我门前 我不得不开枪的话 你看我这一枪往前射 前面有一个房间 但是呢 很幸运的是 她不是在门宝宝的房间 对对对 她的房间在我们旁边 对对对 她是一个平常 不是说经常有人在的房间 对对对 那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又是一个我的掩体 对 我不希望直接一下子 就来这了是吧 对对对 来到这个掩体 然后继续进行大声的语言震慑 Hey get out my house Hey who is there Let me see your hands 等等这样的口令 对对这就是说你需要拿着枪 对你的家的每一个拐角 corner都要有一个感知 那么我们再往前走 我在这个地方 假如说我又需要再往前走 那么我们从这一个拐角 首先这个拐角呢 你是首先先看到你的车库门 对对对 车库门发现安全 胆图不是从这进来的 胆图是从正门进来的 那么我们在这边 在这个位置 这又是你的掩体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射击进行到青龙三段 快速举枪瞄准的时候 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就是在掩体之后发射 这个时候你的身体需要这样探处 然后你的体重都在一侧的腿上 其实都是在练习你的核心肌肉群 在这种姿势很尴尬的情况下 还能够精准的设计这样的技能 OK 感谢TK教官今天亲自的上门指导 学习了非常多的内容 我现在更有信心 能够更好的保护我的家人 虽然说这个东西也是概率很低的 但是我们作为一家之主 防范于未然是我们的责任 没错 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有需要这种上门评估安防咨询的 可以联系TK教官 我把你的微信就留在这个视频上 好的 谢谢Ricky 那如果也有朋友像我一样 刚刚成为这个用枪的用户 但是这个枪买来不是放在家里看的 我们要练它 只有把枪练好了 才能在紧急的时候拍上用场 是的 没错 我的课程一直以来就是两大类 一种是我来提供枪制弹药的 大家来体验一下 然后再去买自己喜欢的枪 还有就是有了自己的枪之后 来跟我进行的一个常规的训练课程 这样的话来对自己的设计的段位 进行一个提升 对 大家可以在谷歌搜索一下青龙段位 就会看到我介绍一到九段都分别是什么内容 看看你自己在哪个段位了 你自己也通过了青龙一段的考核 一直没有时间学二段 精准度过关了 接下来二段的话就是要教你速射 下次有机会把场景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是我的观众朋友找你去学习 或者是这种上门咨询的话 有优惠吗 一定有优惠 具体的话你就放在咱们的节目里边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